由美国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协会主办的 2017好莱坞天使碑国际青少年艺术节 在洛杉矶圆满落幕 中美青少年同台竞技现役 促进中美文化交流 请看现场的报道 第13届天使碑青少年音乐艺术节 在洛杉矶东区圣安东尼学院的剧院盛大举行 来自中国深圳新世界阳关少年艺术团 沈阳金可新艺术团和美国当地的青少年艺术团体 一同表演了精彩的歌舞音乐节目 有民族舞蹈维族姑娘 新疆舞大阪城的姑娘 太祖舞鱼儿 现代舞青春修炼首则 歌舞表演中华弟子归木兰选段 谁说女子不如男 甘情独奏乌苏里传歌 古增独奏高山流水男女生独唱 和芭蕾舞表演 中美两国的青少年虽然在语言方面有所差异 但他们都代表了本民族的文化 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介绍到美国来 是得奖的今天呢 要给大家有个汇报演出 这样我们这个小朋友们呢 是有来自中国 有沈阳的 有深圳的 在美国呢 同台比赛的呢 有我们这个 就是 欧洲他们的一个舞蹈 一个艺术团吧 这样 还有这边Tina的 还有呢 我们这个洛杉矶的其他的艺术团 跟我们那个国内来的小朋友呢 共同同台比赛 最后 美国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协会主席 艺术节中委和主席张素久 评委老师 敏莎 卡普特曼 马里安娜 波普兹拉特娃 等人为各组的优胜者 帮发了奖杯和获奖证书 好莱坞天使杯国际青少年 音乐艺术节 于2010年创办 每年两届 现已成为 颇有影响力的 国际青少年艺术盛会 和知名的文化品牌 也为在海外 弘扬中华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做出了贡献 环球东方记者 吕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